针对台铁基隆站的百年雕花雨棚秀时 即将面临拆除的状况 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刻到达现场会刊 表示这个后车雨棚受到许多在地文史工作者的关心 也承载许多基隆市民的共同记忆 必须要妥善处理 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先确定先把一些杂物清除 然后先把那个 那个什么 结构 现在确认一下 好不好 你应该把它放到哪里 然后那里是有意义有发挥的 我们再来做这个签移 要不然的话 我马上来跟酒公司这边 是不是一定马上要拆了 这是既定吗 是再思考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现在有很多 我知道 你也知道文史工作者都在关心这个事 我是觉得说 算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啦 不是说要求 就是说请为这些文史工作者请密说 这东西大家就很关心 我们要不要先弄一个程序上多一道嘛 比如说弄一个宫廷会 还是一个说明会 先讨论好确定要去哪里 而不是说你把它弄完那就没了 这大家 他们之所以没有把它弄掉 就是因为有想保留 要不然那时候就把它弄掉了 对不对 问题是它那个结构都已经发生了 外观的结构有问题 有脏或者是不是跟实际上的结构是不是危险 我们请专业的结构来看一遍 这样子 我也是有人反应 是是是是 我们就会关心这样子 可能先请厂商 因为他今天的作业也是按照之前的计划 在进行 那当然我们就还是先尊重 因为毕竟这个包商的部分都已经开始进行 那后续刚刚市长您提到有关于一些 是不是要确认搬迁的问题 对 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结构上面的一些 再次的一些确认 所以我们反正来跟公司这边来做一个确认 所以你们现在会暂时停工吗 呃 这部分我 待会我先跟公司再确认一下 那因为 目前暂照之前的会议记录的部分 大概是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那当然如果当时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考虑的建议 那这部分我们再来 趕快再跟公司这边 就是来做一个报告 所以你们把它整理整理了 然后暂时先这样是不是 还是说怎么样 我会后再跟就是他们这个场上部分 我们大家再 那鼎青你就做窗口了解一下 现在到底要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我建议你们稍微 多一道程序 不要突然猜了 那大家情感伤害了 那回复不来 后来讲一讲这些人 如果他讲的东西有意有道理 那我们回复不了了 这个大家情感上就被伤害了 不如就是说多一道程序 再你们也弄个说明会 然后让大家可以稍微参与 地方参与多一点 市长谢国良最后表示 首先要请结构技师评估确认安全 在针对这个雨棚 如果需要拆除 是否迁移他处来保护 必须在公共安全及文资价值来取得平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除了